为了协助受疫情影响 营运陷入困难的观光产业从业人员 交通部观光局公告纾困补助计划 分别对旅行业、旅宿业、观光游乐业 补助雇主支付4万员工薪资 也包含民宿经营者、导游领队及领团人员 现在观光局已经接受各项申请 民众可以下观光局网站查询 或是打电话询问旅游处 去年有申请过的业者 今年不用再申请 补助直接入账 观光局各项纾困补助陆续开跑 本县民宿比率最高 许多民宿业者都不知道到哪里申请 县政府旅游处长表示 业者如果不知道在哪申请 可以拨电话到旅游处询问 今年的澎湖的观光 受到整个疫情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目前交通部观光局也寄出纾困的方案 针对旅行业还有旅馆 民宿以及导游解说人员等等 都有相对应的这个 营运亏损的一个补贴 那旅行社的部分 针对员工的补贴是 每个人一次性4万块 然后团客取消的部分最高每团是1万块 那旅馆的部分也是针对员工的薪资的补贴 每人一次性4万块 那民宿的部分是每一家5万块 导游解说人员 每个人也是一次性3万块 那这些的一个申请都是从今天下午2点 交通部观光局就会开放线上申请 那请大家也多多把握到下个月底之前 尽快提出申请 那在去年已经申请过的 原则上会直接会到这个账户 就不用再提出申请 观光局表示 这波补助判透过补贴雇主薪资成本 及相关人员生计费用 留住观光产业人才 稳定观光产业就业环境 等疫情缓和后 能迅速上轨道营运 此外补贴观光产业一定额度的营业费用 哪应营业费上包含税金 房租 水电 保险费等 此项规划是为了维持产业基本动能 协助产业度过此波 全球性的困境及冲击 记者陈荣誉报导